春去秋來,夏淫東寒,大地因四季的舞動而風情萬種。 盛開的櫻花,儘管已灑落一地繽紛,佔散滿山春藝,仍然和來往人群慷慨分享鎮寂的驕傲。 在阿里山森林遊樂區裡,所有的生物都盡情享受著大自然的寵愛。 當春天裡,盛開的櫻野蔭逐漸退去一身的繁華。 在另一個角落,又有一群珍貴的植物正迫不及待的粉末增長。 他們就是屬於台灣特有種藍科植物的台灣營業藍。 屬於珍珀葉樹混合淋貝的阿里山地區,動植物資源相當豐富。 在台灣的生物發現室中,有很多生物種類都是在這裡第一次被發現和採集的。 有些種類更是阿里山地區所特產的。 因此,有許多生物往往被冠上阿里山之名。 像這種著名的植物,就叫阿里山十大公寮。 而這種嬌小可愛的台灣特有種鳥類,就叫阿里山群。 以台灣針對的自然生態資源來說,這就像是一座植物的天然保護。 目前許多台灣稀有或冰零絕種的植物,都還可以在阿里山地區觀察得到。 使得這裡成為人們探索大自然奧秘的好地方。 所以說,島山珍貴只可遠觀。 但是阿里山卻是截然不同的地方。 就連想要一堵台灣特有植物,台灣一夜藍的風采,都是這麼的輕而易舉。 只要坐上森林鐵路支線的小火車, 沿著年夜到石喉風景區的鐵路兩側原地,細心觀察。 就能發現一夜藍正以迷人的笑容迎接每位遊客的光臨。 台灣一夜藍,屬於藍科若葉性多年生植物。 是台灣特有的野生藍,生長在海拔一千五百公尺到兩千公尺的雲霧袋森林中。 在台灣山區的分布,除了阿里山之外,往北可達到插天山、太平山。 往南則分布到大武山一帶。 甚至在東部的花蓮附近山區,也能欣賞到它嬌嫩高雅的一帶。 阿里山地區正好位在低溫盛行的雲霧袋。 因此,隨著往石喉、年月線鐵路的開闢,沿線山地形成一大片陌路的岩石。 在樹林外的岩石上,因為日夜溫差的關係,比較容易凝結露水,滋掌海藓植物。 加上周圍陌峭岩地的地形,遮擋了大部分的陽光,並產生大量柔和的曼射光。 這種特殊的生態環境,正好符合台灣一夜藍不喜歡強光直射的生長條件。 當初為了開闢鐵路,卻無意間造就了一夜藍族群在此不斷繁衍,並延續世代生命。 尤其是年月線鐵路的第五號隧道到第十號隧道之間的岩壁上,更是台灣一夜藍分顧最多的地帶。 阿里山,這片生機盎然的山林,經過長年累月,誕生了不少珍貴的植株。 他們之間曾經有過艱辛的成長,威氣的情愫和共生共榮的驕傲。 7月1909年,台灣一夜藍因阿里山林場的開發而首次被發現。 優雅的花姿曾經為她贏得中外愛藍人士的讚賞,但同時也為她帶來好花不常在的物理。 在高度利益的趨勢下,國人曾經大量採集山區野生求金銷售到海內外。 使得一夜藍,在一二十年間,野生族群數量大為減少,不斷原產地甚至有所剩無幾個危機。 雖然台灣一夜藍尚未到達絕種或者瀕臨絕種的地步。 但是為了保護最珍貴野生植物的種源,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民國八十一年三月十二日正式公告。 在阿里山事業區第三十年班,成立面積達五十七點八公頃的阿里山台灣一夜藍自然保留區。 由林牧局嘉義林區管理處負責推展台灣一夜藍的保密工作。 從另一刻開始,這個美麗的族群終於能在大自然間自由地呼吸、安心地成長繁衍。 台灣一夜藍的植物體是由一片葉子和一顆球晶所組成。 葉子呈現稻皮針形。 球晶則是各種式樣的角錐形。 整體的生長狀況非常符合阿里山的氣候變化。 春天一到,雨季來臨,雨量增多,氣溫慢慢回升。 秋年的球晶在此時逐漸復蘇,呈現飽滿的狀態。 並且開始長花、長葉。 花期大約從三月到五月。 花有一朵也有一至三朵折。 每朵花大約維持兩個星期。 有各式各樣的花色和花形。 阿里山地區的一夜藍,以粉紅色系列為主。 上那之間,把阿里山的春天裝扮得更為迷人了。 。 到了夏天,氣溫高,雨量豐沛。 三核作用旺盛。 台灣一夜藍的葉子開始迅速成長。 最長可生長到二十六公分長。 同時,植物體為主藏大量的養分在球晶中作為成長的動力。 一到秋天乾燥的季節,葉片漸漸轉黃飆末。 成熟果實的種子,在這時候也隨處飄散。 等落在適當的地點,便發芽生長。 不過,由這類種子形有性繁殖的幼苗並不多。 台灣一夜藍,大多以無性繁殖方式來繁衍族群。 也就是利用球晶肌部長出紫球。 或者由球晶頂端的芽,長成披針形幼苗。 經過一段時間,再生長成為球晶,加入一夜藍的族群。 秋去冬來,落葉的球晶開始微縮,慢慢進入休眠的狀態。 靜靜等候來年的春雨滋潤,再度綻放高雅的花枝。 多年以前,設立保留區的目的,是為了保存天然的植物種源,維護生態的完整性。 提供研究和自然教育的場所,發揮自然保留區最大的效益。 如今,本處已透過宗像具體措施,落實目標,達成良好的保育成效。 例如埋設藉莊,確立保留區邊界。 和設立解刷牌,警告牌,提醒民眾不要任意摘取這種珍貴的植物。 同時,美林也進行多次不定期的巡捕,防止破壞生育環境和盜彩的行為發生。 由於宜宜蘭保留區,會在綿越線鐵路往石喉油氣區。 這裏也是阿里山到西頭的縱走路線。 平時遊客眾多,常發現民眾遺留許多墨色,造成環境污染。 為了保持清潔,管理處每月派人整理環境。 除此之外,在每年花季期間,都會舉辦生態解說活動。 介紹台灣一夜南的生育環境,生長周期,稀有原因和保育方法。 幫助大眾更加了解自然保留區的意義。 本處每年也印製大量的解說折頁,滿足各界認識本土資源的需求。 管理處的保育人員,每個月都會進行台灣一夜南直群生態調查。 想加記錄分析,建立完整的資料庫。 作為本處日後在經營管理上參考。 在盛開的櫻花叢間,放眼大自然的至善至美。 在繞繞的雲霧中,明視台灣一夜南,濁然出眾的畫姿。 阿里山的自然之美,不只收藏著生命的傳承, 還有更多保育力量互相勝舉。 愛惜大地的心,是永無止盡的。 再多一點心力,阿里山將會更美, 一夜南將開得更灰爛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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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